资讯科技不单只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更为教育模式带来了重大突破 在这个信息万变的资讯年代 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的是提升资讯素养 和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究竟什么是电子学习 为什么要推行呢 不如我们听同学说一下 各位 学校正在推行E-learning 这个就是我的书 里面有字典文具 还有颜色不添不过 只是没有水樽 电子学习不只令我们的课堂变得更有趣 还学得更快和更多 在上课之前 我们会在网上学得E系统进行备科 再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 再在上课的时候展示和讨论 还有有电子学习 我可以自己决定学习的快慢 又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网上的资料 丰富了我的学习 我想知道你们上次在英文课的时候做了什么 我们上了课有关文化的课 用了平板电脑 录下了我们各组喜欢的国家文化分享 我们那班写了一篇Poem 每组选一个自己崇拜 或者喜欢的名人和偶像来做主题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想 我们还学了怎么用iMovie Keynote等等的应用程式来做Presentation 用平板电脑做Presentation 不用在电脑找不同sound effect和图片 可以直接录音和影像 方便了很多 教育局的货本及电子学习资源发展专责小组 于2009年10月发表报告 其中建议推行电子学习试验计划 模式和配套 发展有香港特色的电子学习方案 因此教育局全力推行学校电子学习试验计划 电子学习不单止是指 在学语教的过程当中 使用电子或者数码设备和媒体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使用这些设备和媒体 能够促使到学语教的范式转移 从一个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变成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以培养具21世纪能力的学生 学校电子学习试验计划 是建基于一系列的研究和发展项目 目的是发展、测试和评价电子学习 应该什么时候和怎样去使用 从而透过互动的形式促进到自主学习 并且能够照顾到不同的学习需要 在参与计划的过程当中 试验学校将与其他的界别 包括大专院校、资讯科技界、教育出版界 和其他供应商等的协作伙伴关系 发展出配合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需要 并且符合商业效益的电子学习方案和资源 以协助制定电子学习普及化的未来路向 学校电子学习试验计划 还有21个计划获选 涉及61所学校 当中独立参与试验计划的学校占9个 而涉及学校群组的计划占12个 群组计划分为两种模式 分别是 牵头学校模式 由至少两所学校共同合作 其中一所学校担任先锋和领导的角色 去试行计划 然后让协作学校参照及采立方案 而另一种是 共同协作模式 由至少两所学校共同合作 并没有平均分配计划内的工作 换言之 他们会一起试行计划 及互相分享成果 整体来说 获选计划覆盖所有的学习领域 和学习阶段 计划均以学生学习为重点 照顾学习差异 同时亦着重提升学生资讯素养 丰富学与教资源库 建立分享平台 以及促进电子学习资源的持续发展 学校的管理对发展学校电子学习 试验计划具有推动作用 好像是 学校制定校本资讯科技教育发展计划 能够推动学校文化的转变 和增进效能 学校IT网络设施策划及管理 对推行电子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那究竟电子学习新世代 在IT基础设施上需要什么呢 学生的学习差异是很大的 透过这个电子学习的平台 真的帮助我们很多 在我们看回很多学生 他们真的有不同的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们之前的意有的知识 和知道他们的能力去到哪里 我们就能够对症下约 在科学和数学的范畴里面 其实很多概念都是很抽象的 透过一个电子学习的平台 他们能够将本来抽象的概念 可以视像化了 在领导及管理电子学习计划的模式方面 可以是由校监和校长策划及推动计划 并成立教师团队负责有关项目 开发新颖教学法 另一个模式是由学校中层人员策划及执行计划 并与其他老师协调、分工 这个是需要教师的学科素养 和应用IT于教学上的能力 无论是哪一种的推行模式 都是由学校层面自发性参与和策划 过程中更可以推动同工及持份者之间 共享协作文化、营造和谐校园 及着重资讯科技教育的学习社群 教师作为行动研究者 探究电子学习教学法及如何适当地运用教材 以启动学生学习 教师会通过不同方式对学生作出评估 检视教学效果 并修订学校发展电子学习的方向 运用资讯科技及电子学习 可以在课程策划中加入创新教学方法 有助教师照顾学生的学习差异 教师也可以加强在学习领域内 或者跨学习领域的联系 发展多样化的学与教活动 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 以及运用资讯科技的技能 教师可透过电子网络 以不同的教学方法 充分实行所编定的课程内容 并对相关课程及教学法作评价 发展及提升电子教科书的质语量 是推动日后资讯科技教育的方案之一 网上电子阅读平台 除了提供互动电子书 供学生可随时阅读之外 更可以进行网上练习及测验 并可以让教师检视学习进度 有助教师重整教学策略 也可以透过学校联网 及校本设计教材套 优化电子学习资源 建构电子学习模式及方案 计划更可以协助学校和家长 建立紧密联系 支援学生学习 建立电子学习历程档案 以记录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度 教师可以从学生完成的习作之中 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 对于老师来说 其实它是令到我们教学模式更加灵活 其实现在电子学习为我们学生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学习环境 主导变成在学生那里 我们老师就变成一个促进者 我们现在的角色是应该走入去我们学生里面 看看他们需要些什么 根据学习需要 我们提供即时的支援 学校利用Moodle这个免费教学系统的社交网络 和其他网制功能 有助加强学生同侪 以及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电子学习平台 可针对学生的喜好和学习的强弱 适当组合教授内容 令不同类别及程度的学生 能达至更加的学习火候 学习平台的设计 可以兼具统计功能 显示每位学生的阅读记录 写作成绩 强弱的环节 以及参与程度 协助教师成为学生的学习引导者 将能力各异的同学编成一组 透过小组学习的活动 促进学生学习互相依存的关系 由创設当面讨论的机会 促进学习的交流 移动学习能够跨越时空地域界限 以及应用于课室内外的互动多元学习 利用校园所设的WiFi网络 及移动版的学校内联网系统 结合移动学习及电子学习 令校园每个角落都变成多媒体电脑室 在2011学年开始 本校小四式的常识科有一个新的转变 我们逐渐是以电子书取代传统的教科书 到了今天 无论学生、家长或者老师来说 我们都逐渐体现到移动学习 以及电子学习的个别性 兼容性以及延展性的特点 LemiLang是一个年校和跨地域的 电子学习教研计划 我们的目的主要是 透过一个创新的电子教材套 电子书的学习管理系统 我们希望整个计划 可以很容易地被其他学校应用到 电子学习另一个吸引学生的地方 就是可以加入游戏和动画的元素 以游戏为学习平台 学生可以就个人能力 选择不同程度及技能的学习任务 完成任务后 可得到游戏奖赏 从而达至自主及愉快学习 或者以电脑动画创作为核心 配合各学科的课程发展 以及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 以定各控具效益和趣味的学习计划 照顾学习差异 不知道学生将来 会不会因此而选择美术 或者想做动画师呢 其实我们很希望学生的学习 能够达到一个繁识转移 意思就是以学生为这个中心主导 然后学习是互动的 而老师只是从堂协助而已 我们觉得电子化学习 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繁识转移 但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能够去启发 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同机 游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这个游戏式的电子化学习 意思就是我们会创造一个游戏式的 以彰显学生的学习过程 及培养学生掌握资讯素养能力 例如寻找所需资料 从各个来源检索相关资料 以及管理所得资料的能力 专为有读写困难学生而设计的 互动游戏学习平台 能为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 提供特别照顾 学生可以进行感知能力训练 思维训练及识字教学 负责计划的学校 更将有关的经验和资源 与其他学校分享 或者提供道校支援 而一些特别设计的电子教学系统 能够将学习、教学和评估连结起来 帮助就读于特殊学校的 智障学生学习主流课程 试验学校会定期作联网分享 透过分享经验及计划成果 推广电子学习的学与教 对教师专业以及社会 例如家长及其他界别都有所帮助 好像建立一个互动的学校交流网络 将多元化的电子课程 及教学资源供外界参照 支援其他学校 推展全港电子学习计划 设计一个集体知识建构学习系统 透过教师互相交流及支援 组成教学联网 并向其他学校分享成果 与有效维持联系 持续研发电子学习方案 融入各学习阶段的延行课程 黄太 学校推行了 学校电子学习试验计划 差不多一年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用了这个计划之后 我发觉我儿子的英文学习兴趣明显浓了 他以前对英文科的兴趣不大 现在回到家 很喜欢用电脑 上去那个学校电子学习计划平台 做温习 做练习 又很喜欢玩里面的英文教学游戏 我就觉得很好 不过 初初我也有点担心的 又怕没有书 天天要上网用电脑 影响他们的眼睛和健康 是啊 初时我也有点担心的 后来学校邀请了我们家长 搬了几次课 原来我发觉那些小朋友 不用天天对着电脑的 老师又经常处计一些教学活动给他们 令他们在活动中学习 我亨仔今年的英文成绩 明显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就很开心学校可以推行这个计划 另外学校会免费 编译一些电子版教科书给我们 又省了不少买英文教科书的钱 现在我和我儿子每晚都回到学校网上 电子学习平台温习 沟通又好了 大家又朋友了 所以我很支持学校这个计划 是啊 我也很支持学校这个电子学习计划 希望这个计划可以继续发展 推广到不同的年级和不同的科目 帮到更多的小朋友和我们家长 政府为支援学生上网学习 退行了以一加一网医学习 为计划名称的上网学习支援计划 听下我们督到委员会的成员以下的介绍 目的是为香港东部的低收入家庭 能够提供价格商业的电脑 上网服务和一些全面的技术支援 为老师同学和家长提供培训 有关于上网学习的知识和健康 上互联网的一些技能 我们就帮政府推行一加一网医学习这个计划 我们就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给香港西边的学生 中小学的学生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网络和电脑 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做一个团购 将网络和电脑的价钱可以拉低 令到他们可以有机会用得到 我们期望试验学校成为研究电子学习的中心 试验和改革的推动者 使用电子学习能够在学校得以持续进行和发展 使用电子学习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 我们要求试验学校能够成为其他有致推动电子学习的参照 与其他学校分享他们的宝贵经验和成果 使用电子学习普及化 以达致推动自主学习和中心学习的目标 创新互动和学语教 創新互動學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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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中心學習 成就全人發展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